疫情反反复复 封城几个月之后 大家好不容易享受几天久违的外出生活 这不新增一来 又要继续加里多了 这时候大家最关心的话题 又回到了新冠疫苗上 到底应不应该打疫苗 疫苗的有效率怎么样 面对变种毒株 疫苗是否依旧有效 针对变种的疫苗 什么时候才会上市 今天就带你来了解 两家战斗力超强的 新科技疫苗股 Bell & Tech和Moderna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 GoMarkets独家解读 Bell & Tech是一家 德国的生物科技公司 以为癌症患者提供 个性化治疗方针的Bell & Tech 从2014年开始 着重于研究全新技术 MRNA 美国的制药 以及生物技术公司 Moderna同样专注于 MRNA药物研发和疫苗技术 同为MRNA疗法 引领者之一的这两家公司 创立短短不过 十几年的时间 便手握最新技术 MRNA打败了许多 名声赫赫的大型药厂 成为海外市场中 首批获准上市疫苗的公司 其用新技术研发的 面对非变种病毒 有效率为95%的疫苗 更是击败了众多传统疫苗 登顶疫苗有效率的榜首 更激动人心的是 MRNA由于自身特点的原因 能够在短时间内生产大量疫苗 并且在面对变种病毒的时候 可以更加容易地对疫苗进行调整 这项新技术的优势 也让Bell & Tech和Moderna这两家公司 继新冠第一波浪潮之后 再一次成为了众人的焦点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有其他问题 想和我们讨论 可以添加我们的小助手 微信二维码在屏幕上 在欧洲的朋友 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3-8658-0602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收藏